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老漫一生经事副3》第九集 之前,议员的儿子在石原医院死亡 议员怀恨在心,对外伤中心的几位医生进行提告 开庭在即,朴院长想和议员协商尽量争取庭外和解 但议员态度强硬,他决定对不公堂 不仅仅是为了死去的儿子 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在法庭上证明 外伤中心的建立毫无意义 只是对财政的浪费 金师傅和朴院长都对这场官司比较消极 唯有车医生决定主动迎战 就在此时,意外发生 一栋年久失修的大楼发生坍塌 大楼里有一个数学部习班 很多学生被就地掩埋 警报发布的同时 石原医院的医护们也都收到紧急通知 所有人员立即赶回工作岗位 金师傅进行全局指挥 成立灾难医疗救护组 并发布橙色警报 大家立刻忙碌起来 休假中的雨震和恩在也接到通知 好在他们离事故地点较近 立马赶往现场救援 与此同时 在石原医院里 恩卓、小花和张市长组成救护医组 做好准备后也立即奔赴现场 他们的救护车被堵在半路上 无奈之下 恩卓和小花背上设备 穿越重重车流 一路向现场狂奔而去 在大家都往回赶的同时 唯有车医生对坦塌事故不问不问 他看到消息 但却选择视而不见 继续去往法院 也不接金师傅的电话 恩在和宇镇来到事故现场 现场已经沦为一片废墟 挨红遍野 死者和伤者几乎全都是年轻的学生 看着伤亡惨重的一幕 仿佛人间地狱 两人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二人立即投入工作当中 和一位学生正在大声呼救 恩在前去查看 学生请恩在救救他 倒地不起的朋友 恩在发现地上的学生已经身亡 按照灾难急救的原则 他不能将精力浪费在 已死亡的伤员身上 恩在强忍着内心的挣扎与痛苦 下了死亡通知 恩在这一行为 遭到了一旁学生的质问 恩在被问地说不出话来 突然这个学生感到身体一阵疼痛 晕了过去 恰好此时恩卓等人感到 经诊断这位学生患有张力性气胸 有了医疗设备的帮助 恩在很快实施急救 救下了这个学生 与阵指挥现场的消防人员 立即将所有伤者聚集 设立离石急救点 并铺设好分类垫 以便对患者进行分类 因为患者需要气管插管 他和恩卓互相配合 进行到一半 恩卓突然松开了手 原来是在救治过程中 患者失去了脉搏 预阵很无助 但他也只能放开手 理智地做出死亡判决 恩卓帮患者擦干净脸上的血迹 已是最后的体面 救援工作还在继续 救援队深入建筑内部 发现地下室还困着几个人 其中一人是补习班老师 他的下半身被压住 已经失去意识 听闻是这些学生们 在地下室偷偷练武 老师提前发现大楼坍塌 前去疏散 最后来不及逃走 才被困在其中 除老师外 还有五名学生 一位男生没有了意识 剩下四人有轻微的外伤 其中一位呼吸不畅 原来这是一位气喘患者 他有随身携带吸入药物 但药物此时被压在废墟之下 按照目前大楼的情况 有可能发生再次崩塌的危险 设备很难进入现场 只能进行人工救援 需要至少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宇震判断 气喘男孩和其他受伤的患者 很有可能在中途死亡 于是他决定亲自下去急救 宇震的这一决定 遭到大家的反对 因为大楼还有再次坍塌的风险 但宇震顾不得这么多 如果他也放弃 患者就会死亡 救援队劝不动宇震 只好作伴 于是恩卓也决定跟宇震 一起去往大楼 小华看到宇震和恩卓 戴上安全帽进入了废墟 又惊讶又害怕 他连忙打给金师傅 报告了现场情况和宇震的决定 希望金师傅能劝劝宇震 金师傅得知后震怒 顾不上即将开始的手术 焦急地给现场打去电话 好不容易和宇震取得了联系 金师傅斥责宇震 不该如此冒险 宇震简单说明了 被压在废墟下伤员的情况 他也并不是毫无准备的冒险 宇震已经想好了手术方案 并带好了充足的设备 宇震请金师傅不要担心自己 说完便挂断电话 话已至此 金师傅也无可奈何 只能尊重宇震的选择 静观其变 恩在带着一位腹腔积血的患者 回到医院进行救治 听到金师傅和宇震的这通电话 瞬间眼眶就红了 但恩在什么话都没说 强忍着内心的波动 冷静而专业地向金师傅 汇报患者目前的情况 宇震开始手术 他沉着冷静 在恶劣艰苦的环境里 依然顺利完成手术 与此同时 恩在也在手术室里救治病人 两人分隔两地 但都为着医者的信念全力以赴 金师傅也指挥着大家 做好最后的迎战准备 就在大家忙的焦头烂额之际 嫖院长带来一则消息 议员也被掩埋在废墟之下 原来当时议员前来拜访 不肯拆迁的商户 有想到遭遇意外 如今仍生死未卜 但眼下除了一声叹息 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此刻 陈医生来到法院 对于金师傅 接连打来的电话 他始终没有理会 清审开始 陈医生将事件投向原告席 但议员一直没有出现 议员在废墟中醒来 他伤势不重 但商户老板却被压住 情况较严重 议员给下属打去电话 下属得知议员还活着 立即去找救援队 要求急救 但救援队根据目前的情况 进行轻重缓急程度的排序 救援队决定 先将地下室的学生救出来 之后再去救议员 地下室里的学生们 一个个被送上地面 其中一个女孩却守在老师身边 坚持不肯先走 要和老师一起离开 原来当时老师下来疏散时 这个女生没当回事 还对老师骂了脏话 之后意外发生 女孩十分自责 与朕温柔安慰女孩 老师会没事的 如果她真的为了老师好 那就更该先离开这里 这样救援人员 才能专注于救出老师 女孩终于被说服 离开了废墟 随着生还者 一个个被送出来 围观人群 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救援进行到最后 还剩下老师没运出去 洞口有点窄 救援队正在考虑救援封案神 恩卓和宇正感觉到 有细细的泥沙 在往下掉落 还来不及反应与思考 二次坍塌发生了 宇正下意识地 护住老师 他和恩卓都被掩埋在废墟之下 金师傅刚完成了一次动脉缝合手术 走出手术室 就迎来这个噩耗 一瞬间金师傅手里的手机 掉落在地 手术室里 大家远远地看到 金师傅的反应 也都有了不好的猜想 唯独恩在全神灌注地做着手术 宇正妈妈也一直关注着 坍塌事故的进展 直到最新消息传来 她发现宇正因二次坍塌 生死未卜 而在废墟中 恩卓勉强爬起来 发现宇正为了保护老师 被碎尸压住 手部被钢筋贯穿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